长官 王公 宣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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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 皇上 快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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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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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医师 王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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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来拿药 羽儿 你没事吧 快来 来人呢 赶紧放给大家服用 大人 放着 快快 大人 要 大人 大人 客气一下 您慢点 大人 来 来 大人 御医师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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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他死了 他死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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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慢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禀王上 我已验过 今日宴会的鱼羹 含有一种有毒树枝 未调制前 世人不识 调制后 便成藤黄 轻量藤黄可入药 药量加大 引起腹痛 呕吐 再重 致死 对方使用这种药 是为了避过银针 何人如此大胆 好 王上 这次宴会 都是浩兰在负责 鱼羹被人投毒 浩兰难辞其咎 任由王上处置 李浩兰 宴会事物繁杂 怎能只怪一人呢 负责膳食的女官 可在啊 王上 王后 这白鱼是贡品 由地方上贡一名刨厨 一定是他所为 把那刨厨带上来 王上 王上 启禀王上 那刨厨不见了 许是因为今日宴会出入平反 所以 桥上逃跑了 一个大活人就跑了 有朝一日寡人脑袋落地 你们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对吗 无用的东西 退下 诺 王上 谁是凶手 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凶手是谁啊 果然不知 如果王上和羽儿死了 谁是最大的获益者 谁就是凶手 父王 这是诬陷 我怎么可能做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少妃 你无凭无据 可不要血口喷人啊 这鱼羹 我也用了 我检查过每一位客人的羹汤 唯独公子的那一份 无毒 王上 您都提耳听到了吧 这就是您的好儿子 他无非是想借此宴会 毒杀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我未曾负责公业 更不曾沾染除下 我怎么下毒 就算我要下毒 也不可能做得这么拙劣 引火上身 为什么 不说是羽帝做的苦肉计呢 故意要来陷害兄长 好那清醒完 未免贝殿太及时了吧 你胡乱猜疑 殷医师下毒啊 殷医师要想毒死谁 那不是手到擒来 公子 天气渐热 常有饮食失当 医师管常备清新丸百丽 以备不时之虚 这是每年的惯例 你是不是要说我和公子与串谋 宫中谁人不知 因医师独来独往 不受任何人言来 公子这么说 无非是想脱罪 若说他无从下手 上至朝臣 下至宫人 谁人不赞公子 离闲下士 君子之风 如此居心叵测 偏偏拉搂人心 总会无人效力 少妃 你放心 寡人一定要把这凶手给找出来 王上 若非上天垂怜 只素怕是已经没有哭诉的机会了 我可怜的羽儿 无辜的梅少妃 和琼华公主 如今都病卧在探 她 要何宫赴死 与权她的野心 父王 不许我们 不许不许 我 他 权 谢谢 你 李女官若要害你 一碗毒羹要死 岂不便宜畅宽 用得着如此大罪周章吗 笑话 来呀 把公子骄傲 押下去 不 父王 说你听我解释父王 父王 说你听我解释父王 父王我冤枉 父王 父王 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要问你 我下的分量只会让人腹痛 再不计腹泻一两回 绝不会杀死一个活人 可承秀 分明服用了过量的藤皇 你接到药后 见过什么人 我没有 年轻找你拿了药 就直接回了旭日宫 根本不可能中途有人动手脚 除非 除非 后兰 是谁从中动了手脚 你一定知道的 对不对 我 今天都有人死了 你还不说实话 吕不韦 是不是吕不韦 后兰 吕不韦 你来了 吕不韦 你到底干了什么 应该是我问你干了什么才对吧 不错 是我改变了你们的计划 为什么 公子娇谨慎小心 衣食住行受到严控 只有在这样公开的场合 他的防备才会降低 所以 你选择在此时下手 只是你们不知 他的疑心甚重 又自小服用微毒 若是衣机不重 就是白费心思 所以 你就改变了主意 在所有人的鱼羹里下了腾荒 对 我故意打翻了他的鱼羹 就是为了反其道而行 将受害者 变成了加害者 这可是明目张胆的构陷 万一赵王不信呢 自古以来为了王位 别说朕杀 提起刀剑 公然砍下父兄头颅的不知反己 当初的惠文王 不也为了王位之争 任由自己的生生父亲 在沙丘之乱被幽静饿死吗 听起来又蠢又毒 但是王位的诱惑太大 一切极有可能发生 经历了王位觉着的赵王 又凭什么不信 可是我们下的腾荒 计量极小 根本不可能杀死人 吕不韦 你告诉我 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 只是顺水推舟 让司徒月 加了分量罢了 吕不韦 你杀了人啊 承秀他根本就不是你的方案 那承家女子 杀了婢女 刻薄狠毒轰动整个邯郸城 我就是要选中她 作为第一个提死鬼 这根本不是你杀人的理由 吕不韦 你为了达到目的 真的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若非你我产生嫌隙 公子娇又如何承煦而入 若非你痛恨公子娇 又怎会设下计策 将他诱入你的埋伏 若非你射下腾荒之际 我又如何再补上一刀 所有的机会 都是你一步步松的握手 怪得谁来 豪兰 世上没有不流血的纷争 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有了这条人命 方知公子交得可恨 就算没有实在证据 王上也绝饶不了他 总认你怨我 怪我 恨我 如果重新来过 我依然会这么做 我曾受你的恩惠 才会供你驱使 但我也有自己的底线 为了权势地位 名利富贵 你可以不择手段 拼了命地往上爬 我不会怪你 任何人都有权利改变人生 可你不应该滥杀无辜 是 也许你杀的人并不无辜 但你杀人的理由 也绝非正义 吕不韦 这是最后一次 我请求你 以后不要再滥伤人命 否则 你和我分道扬调 各走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